大家好,我是徐伟珍老师 今天我们要讲台湾文学史盖论第34集 日据时期的古典文学第17单元 言分地带的古典诗人教育家王炳南 王炳南的本名是清明,他的字是炳南 他是台南的北门渔人 所以他的别号是北渔调课,北渔散人 海滨楚氏翠族居民 那他的著作呢,有南淫诗选 南淫呢,是台南的别称 像是台湾以前的别称叫做淫州嘛 那台湾通史里面有讲台湾以前的别称叫做淫州 所以南淫就是台南的别称 前渊语路 那前渊呢,其实是林战梅他的一个原子 那个原子是他自己设计规划的 当时有很多的文人都聚集在那个前渊里面 那前渊这两个字也是有隐居的意思 那林战梅呢,我们在前几节有讲过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回顾一下 就是讲过林战梅的部分 那林战梅他也有一首诗是提到莫浩兰的 莫浩兰也是王炳南的精神导师之一 他的著作还有交窗随笔 北鱼钓客营草等书 那他的著作其实有很多 那现在呢,有九册的手稿 是由他的家属完整保存 选证给国家台湾文学馆所点藏 那我们看这个王炳南的北鱼钓客营草呢 他收入三百多首诗作 那这些诗作呢 都会描写台南语春的风景 季节景物还有心情抒发的部分 那他不会收入那些应酬唱和的诗 像是吉波影等等 就是格律很严谨 就是要讲究技巧 然后跟人家这个竞赛那种诗 他不会放进去 这些诗的这个北鱼钓客营草 这个收入呢 都是以他个人的这个精神的抒发 然后所见所亡为主 那这本书里面呢 他还抄录了诗友 像是呢 蔡国陵、赵云石、罗秀慧、陈寿云 林湘元、山屋清英等人 对他的作品评论 那王炳南他的精神上的崇拜者是 王为、孟浩然还有张智和 他的诗也是以他们的精神为一个追随的对象 那王为、孟浩然、张智和呢 他们其实是唐代山水田园派的代表人物 那这一派的诗人 他们的诗都是主要是很甜淡的 有一些佛家、道家的思想 然后就是一个很清新的一个感觉 就是一个修行的一个人生态度 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王为的竹礼馆 读作幽黄礼 谈琴附长笑 森林伦布之 明月兰相照 这个幽黄呢 就是很清幽的一个竹林礼啊 这个他一个人 读作在这个很清幽的一个竹林礼呢 他谈琴 然后又长笑 长笑他一方面呢 就是有一个意思是 他很大声的咆哮 但是另外一方面 长笑在古代也算是某种程度的一个艺术 就是如果你长笑叫得很好听的话 其实是可以找人来欣赏你的长笑的 那这边呢 一边弹琴一边长笑 这个长笑他是为了这个迎合他的这个情声 所发出的长笑 那如果你不太能够想象 为什么长笑会好听的话 你可以去听一下有一些念经的 他们会故意把尾音拉很长 就有点像这种长笑的这种感觉 就是他们也是有一种很美妙的一个 意境在的 那生灵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就是在这个很深的竹林里面 就是人家不知道我在这里啊 就是我过得很清闲很快乐 然后明月呢 就是来照亮我 这样一个很清闲快乐的这个时光啊 就是我不孤单 有这个月亮来陪伴我 与我相陪啊 那这样很著名的这个孟悍兰的春晓啊 这个我之前频道也有讲过这首诗啊 春小 春眠不觉小 出处文体鸟 夜来风雨声 发落之多少 就是春天啊 很好睡觉 就不知不觉就天亮了 那被什么吵起来的呢 就是被鸟声吵起来的 出处文体鸟 就是那些鸟都充满着外面的天空啊 然后树梢上啊 都是有鸟声在提叫啊 所以我就被吵起来了 那吵起来之后我看到怎样的状况呢 我看到外面窗户外面有好多花啊 就落下了很多 那一定是昨天晚上啊 就是有春雨啊 春雨把这些花给打落到地下了吧 夜来风雨声花落至多少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张智和的鱼鸽子 这个鱼鸽子这首诗啊 他用名为鱼斧或是鱼斧乐 那张智和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他自称自己是烟坡吊徒 但是呢他在钓鱼的时候 他却没有放鹅哦 他没有放鱼鹅 因为他是把这个钓鱼的过程 在做一种修炼的方式 他并不是为了钓鱼而钓鱼的 所以他没有放鹅 然后去钓鱼 自称烟坡吊徒 我们看一下这首诗 西散山前白鹿飞 桃花流水贵于肥 青若丽 与缩衣 斜风细雨不须贵 那这很明显 看得出他也是描写一个春天的景象嘛 对不对 在西散山前呢 有很多的白鹿啊 他们在飞翔啊 那桃花呢就是飘落 那飘落在哪里 他随着这个流水啊 就是随着流水的方向在水面上飘落 那个景象好美啊 那飘落的水里面除了有花花的花瓣之外 还有鲑鱼啊 这些鲑鱼他们都很健康 很肥美啊 那青若丽绿缩衣呢 你看这个若 它是竹布的 你就可以知道 它是用竹边的帽子 那绿缩衣 这个缩衣 它是草布的 所以你可以知道 它是草 或是用叶子边的衣服 那再从颜色来看 你看这个一个是青色 一个是绿色 那不管是竹边 还是草边的衣服 或是帽子呢 我们知道它晒干之后 它的颜色是金黄色嘛 所以这边它的颜色 还是青色跟绿色 代表这是新鲜刚摘下来 然后就拿来编织的 就代表它的这个季节 这个生命力的这个展现 所以它是新鲜的竹子 新鲜的草 编织了成的帽子跟缩衣 它的颜色都还没有完全的退掉 还是这个鲜绿 鲜绿很漂亮的颜色 斜风是雨不虚归 这个风斜斜的吹来啊 因为如果是正吹的风的话 风就会比较强力 比较大的这个感觉 风量比较大 就会刺骨不舒服 那在风是正吹的这个状况之下 这样的环境 不会想要让人家待很久 那如果是有角度的风 就是这样的斜风在吹的时候 这种风吹到身上就会很舒服 所以斜风就是微风的意思 然后这个鱼也是这个斜斜的下 那这么美丽的景色啦 那就是不太想要去回家了啊 那这个鱼鸽子这首诗呢 也受到舒适的喜爱 它的碗西沙也是有被这首诗所影响的 那我们来欣赏一下王炳南 北鱼雕刻银草里面的一首诗叫做秋夜 西来好气不惊青 月影遥凉无限情 妄感惜冷眠不得 必从实作不平民 那是什么意思呢 西来就是西风嘛 就是秋天的风 那个好气 那个冷风啊 寒冷啊 不惊青 我受不了这么寒冷的风啊 那个青是寒冷 不惊是受不了 月影遥凉无限情 就是这个月亮啊 秋天就是很适合赏月的季节 遥凉啊 就是这个凉爽的这个秋夜啊 让我有一些无限的情怀呀 那这些无限的情怀 让我怎样呢 这个心里面千头万绪啊 所以万感就是百感交集 万感交集啊 喜人就是 不是那个红楼帽里面的花气喜人 他的喜人就是清洗到你的心里面 就是让你就是感受到很多的万念产生 这种感觉 就是万念产生啊 我的脑中天头万绪 所以眠不得我睡不着啊 睡不着的时候又听到什么呢 又听到必从实作不平民 就是墙壁就后面有虫啊 有时候虫虫也会跑到墙壁里面来嘛 就是必从 那实呢就是长长 那这边的实当然不就是 不是长长的意思 为什么 就是我们不可以看这个字 然后就硬给它翻过去 不是说 往上起来就听到这个 这个墙壁外面的那个虫子 就是常常在在鸣叫 不能这样子 要说它一直在鸣叫 就是这个实的意思在这边是一直 它一直做不平民 其实它就只是在鸣叫而已 那不平呢是这个作者 他自己的内心 他的心情是不平的 所以他把自己内心的心声啊 寄托在这个虫子的鸣叫中 所以必从实作不平民 就是他在抒发他的心情 然后借用这个必从鸣叫的方式 来帮他去述说这样的心情 那他的实有对他的评价就是 比情淡荡 那这个淡呢就是运味无穷的意思 像后面这个轻而有味 这跟这个笔情淡荡 它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它虽然笔触是很淡的 但是你会觉得它是很有味道 然后余韵无穷的 然后还有潇洒书成等等这样的评语啊 那我们前面有讲到这个 北渝钓客营草里面的秋叶这一首诗嘛 那也有提到说 这个王炳南他的手稿 是捐赠给国家台湾文学馆典藏嘛 这个诗集有一个新的发展 就是说国家台湾文学馆 他就委托这个吴隆副教授 重新教对这个诗集 北渝钓客营草 然后就正式出版了 他分为三大部分 一个是王炳南的代表作 那第二个是他的善意篇章 就是去搜集他在其他地方 刊登的一些文章 那第三个就是窗下拓语集 或称为窗下拓语编 这个是集入他就是王炳南 个人的身世 还有他的学识的历程 那这个短篇文字 是一个林兆锋先生所写的 我把它拿来简短的改编 那王炳南他有一个称号 叫做北门商王 那他跟王大郡跟王克敏 合称为北门商王 王大郡是王炳南的堂弟 那王炳南他的身份呢 是严分地带著名的古典私人 而且他是很著名的教育家 他与南社的文人感情非常的好 所以他就成主编369小报 那南社呢 这个社团呢 他是创立在1906年 就是明治39年 由连恒曾为川腰脊 谢时秋 赵忠祺 周小琪 杨仪律 于台南厅 就是现在台南市所创立 他们其实原本是一个 比较松散的一个组织嘛 他一直到1909年 才有第一任社长 蔡国林 那后来的社长就有 赵云石 黄星 吴指红等人 他们的活动有像吉波银啊 还有诗中静坐啊 与其他的营社呢 就是互相唱和 然后他们也很积极参与各个联谊大会 那这些男社的诗人 他们的作品 多康载于台南新报 那最后呢 在1950年的时候 他们被病入严频施舍 那369小豹呢 他的名称呢 就是每逢3号6号9号 他会除刊 一个月他就会除刊9次 所以就称为369 那小豹是一种 有一点那个幽默跟讽刺的一个讲法 为什么 因为当时他们那个时候 有很多大豹伶俐 他为了跟这些大豹 就是有一个对照对比的关系 所以自称为小豹 就是一个很幽默的讲法 369小豹存在期间 是1930年的9月9日 到1935年的9月6号 招合5年到招合10年之间 他的创办者呢 就是前面提到的男社 台南男社 还有春莹银社的社员成员 他们一起创办这个369小豹 作为他们作品发表的一个刊物 那这个编辑发行人是赵亚福 那赵亚福呢 他号剑权 所以他的笔名就是取这个剑 跟权的部首叫做刀水 那这个369小豹 他的内容呢 就是以文言文为主 然后里面有历史跟诗文 他是比较少白话文的部分 那他可能曾经触犯过一些日本人呢 他曾被挺看过两次 那王炳呢 他的贡献是带动台南地区 汉语文学的风潮 在1912年的时候 他与吴宣草王大郡主 渔江银社 那这个渔江银社 他改名很多次 他曾经改名 卢西银社等等的社名 他直到1962年 就被正式定名为 昆寅施社 在1914年呢 他要与王大郡共组 卢西银社 因为这个成员都差不多是同一批人 所以就认为说 这其实也是渔江银社 就是一脉相承 就是有人把他定调成 同一个社团的改名 那有人定调成 他是重新再组一个新的 那其中这有个故事啊 就是台湾日日星暴 遭冒名刊登跟吵架的一个争议 像我们之前有讲到连恒 他有一篇文章 也是被人用冒名发表的 那不是他写的 就是赞同日本政府的鸦片政策 那不是他写的 然后可是因为这个冒名的文章呢 他就是被后人的人骂翻了 然后当时的人也不谅解他 他居然就是没有去为自己证明 也没有去为自己吵 然后一直到后来的一些学者 帮他去考证证明不是他写的 所以他在当时他其实受到这样的冤枉 他也没有为自己说任何的话 我在想他没有 那时候连恒没有为自己说话的原因 是因为说 那篇文章是赞同日本人的政策 赞同日本人的鸦片政策嘛 是一种拍马屁的一个文章 那如果他大声的脖子说 我那篇文章不是我写的的话呢 那一定会被日本人掌而攻击啊 所以那是一个很艰难的时代 所以他当时就不想去做这个反驳的部分 那这个王秉兰呢 他就是有去做这个反驳的部分 那这个事情是怎样呢 就是在1911年的时候啊 这个台湾日日星报就看出一篇 庶名为北于妖客环香营的一首诗啊 那这首诗啊 就是讽刺某个文人他的性格狡猾 然后没有什么见识啊 但是却说自己是文豪啊 那这个王秉兰他很确定 他没有去投稿啊 他对这个文章 看出了这个文章 他自己去做这个解读 他怀疑这个是故意要抹黑他的一个讯息 所以他就马上又在那个台湾日日星报在投书 予以指证 一方面澄清说 这个诗啊不是他写的 可是他另外一方面 他又把矛头指向说 这个诗啊可能是谁写的 所以他就把矛头指向 就是王大俊等人 造成说这些人就是双方轮流投出 所以台湾日日星报 在当时变成他们双方的一个战场 因为后来台湾日日星报 觉得说不想再被卷入他们之间的纷争之后呢 还有就是这两帮人马的共同朋友 吴轩草呢 他们就是有居中去协调啊 就是让这个风波就是告一断落了 这是他里面的个故事 然后再来1921年的时候 王大俊跟吴轩草 他们又合组白鸥诗社 那王秉兰是里面的社员之一 那这些诗社呢 通常就是由他们这几位就是一起去发起 所以他们这几位人呢 非常重要就是带动这台南地区的汉语文学的风潮 那这里有一个叫真的台南式文史的题库 里面说 严分地带重要的古典诗人王秉兰 他曾做一个过梦蝶园一诗 续写其由梦蝶园的心情 感触所游的 那他这首诗呢 他感触所游的梦蝶园 是今天台南的哪一个寺庙 答案是法华士 那这一集到这边就讲解完毕了 那我有一个最近再画一幅画 好像没有画完 但是已经先签名入款了 那如果你想要看我这幅画最后完成会长怎样的话 就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那谢谢大家的支持 那希望大家能够按赞 帮我按赞 然后帮我宣传一下 那本频道目前还没有任何的盈利 那这些都是我自己剪接自己打字 所以就是比较辛苦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帮忙来 分享这个频道 谢谢大家 拜拜